敢在2019年最后一天 反渗透法压陷三毒 总统正式签署公告实施 时间却拖到选控 反渗透法不是反交流 总统亲上国宪书明 路委会主委更早在选前 就喊话陆沛 立法说不清道不明 违法与否难道只能靠心理审会 台积电的人员回台湾 张忠谋回到台湾 然后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他到底是不是渗透来源 在我看来是 因为照第二条的规定 他是中共实质控制的企业 违宪是百分之百 我最开心就是他为什么违宪 他违反了刑罚明确性原则 因为你读完了 你都不知道 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而违法行为的三种样态 所谓接受来源之指示 委托或资助 更让台湾听得不沙沙 比如说我赚大陆的钱 回来这边支持某一些人 那这个算不算 为框道我估计不是我们收了算 我们要放弃我们的父母吗 还是要放弃我的公共婆婆 给我的孩子不用回台湾吗 你拿着一个枪来指着我 你告诉我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开枪 我不会打你 渗透跟交流如何分辨 中间那条看不见的红线 何时会误采 人民战战兢兢 接着人家会网聚文台北采访报道